Hello大家好,我是慧琴学姐 最近如果要说看电影的话 不得不提的就是《流浪地球》 这部电影在国内的口碑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2月8号呢,它正好也在美国上映了 那么美国这边的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怎么样 这个电影在美国到底卖不卖作呢 今天学姐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美国这边的电影评价网站呢 我推荐Fandango 我们可以看到流浪电影它的评分是五星好评 五星好评是满分哦 然后同类型的好莱坞电影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星际穿越》 这个电影的评分 《星际穿越》的评分也只是四星好评 还有最近比较活的另外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大黄蜂》 也是四点五星的好评 Aquaman的评价呢也是四点五星 但你可以看到《大黄蜂》和Aquaman 因为上映时间很长了 所以它们的评价数目会比较多 而我们的流浪地址 因为它上映时间不久嘛 所以评价数量不是特别多 但至少到现在的位置 仍然是五星好评的样子 排气也非常的多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大家的评价 都说这个电影非常值得一看 然后说导演导得非常好 从评论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啊 国外的影迷说 这个导演导得非常好 然后还有人说如果你想要对未来有更多的了解的话 其实这个电影非常值得一看 总体上大家的评价还都蛮高的 其实呢在美国上映的国产电影里还还真不算太多 有的时候去影院也没有办法 只能看一些好莱坞大片 现在看到网上这些评价 然后还有上桌率 我对这部电影也是非常的有期待 所以这一周末就去贡献票房吧 这第二部分介绍大家怎么订票 在美国这边的话 我其实非常大家可以下一个AMC的一个APP 然后这个AMC影院呢 它在美国有非常多家 你只要每个月有20道的一个包月费成为它会员之后 每周可以看三次电影 就是所有上映的电影都可以看 它的影院也非常多 你看在纽约附近就有这么多家 所以选择还蛮广的 你可以挑一家你最近的 然后去 所以呢我是有包月 有没有20刀 因为我有包月 所以我现在看电影 基本是一个免费的状态 那我们来找一下我们的这个流浪地球 先看一下 你我最近的影院 AMC 你我最近的影院 我挑这AMC Empire 25 然后看一下Showtime 然后我们就找一下流浪地球在哪 就还有Spider-Man什么的 OK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流浪地球排期真的非常多 你看那个 这些电影的排期 Green Book 然后还有Spider-Man的排期都只有这些 然后你看流浪地球排期有这么满 从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半都有 可以看到今天的票的话 其实都卖了很多了 然后我们看下10点半这 10点40这一场的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也都已经很满了 没剩多少座位了 下面这些呢都是被别人买过票的 现在只有第一排和第二排 还是空着的状态 所以这个上座率真的特别高 11点半这一场的 也有很多人买票 中间这些也都卖出去了 相比较我们看一下其他电影啊 像这个Escape Room 你可以发现 10点半这一场其实都没什么人看 而且分配的这个影院啊 也非常的小 之前是一大的影院 现在应该是一个小的room 所以能看得出来流浪地球真的非常的受欢迎 上座率也特别高 我们来订一个周天的票 然后选6点45这一场 会发现很多票都卖出去了 现在呢我来选一个座位 只能选一些靠前的位置了 选一个C7 然后一个成人的票价是16.29刀 选择Continue 包月还是很划算的 这样你就不用付钱了 暂停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张票 到时候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对